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首歌曲 首先呢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简谱 这首歌曲呢是一个八六拍子的 以八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要唱六拍 所以大家在演唱这个曲谱的时候呢 也可以轻轻地打着拍子 这样有助于练习我们的节奏感 现在呢我们来从有歌词的地方来一起看一下啊 一个拉呢它是一个四分音符 那么它就需要唱两拍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尾音呢要给它唱过六拍啊 然后从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反复记号 大家看一个小两个小点啊 一个细线一个出现 那么又从有反复的地方反复回去了 就从那个拉米第二第二段啊 如今从这个地方再唱一遍 然后还是唱到这个 so la si la 接后面那个i那里 这个so la si la 这个so 加一个小波音 la si so mi mi la mi 这个mi la si la si la la mi 这个mi呢这个和呢要拖的时间要足够长啊 这个拍子要够到十二拍 好我们再往后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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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 它是一个mi mi 是一个八度的跨乐 这个八度还是有点难的 我们等到下一次讲解演唱方式的时候 告诉大家是怎么去唱八度的跨乐 这个又有一个小波音 心里要打牌子 看又有一个八度 小波音 后面是一个结束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So 啊有一个高音 So 打上去 千万不要挤嗓子啊 然后从这个地方呢 从哪反复呢 从那个虽然已经 就是那个 从那里反复一遍呢 然后唱到这个母亲的河 然后跳过结束剧啊 最后接最后 你 西 少 拉 西 拉 这个 西 头 上呢 有一个小眼睛一样啊 一个小点儿 那个 它是一个延音记号 但是还是大家那样 这样的话 我需要接触